擅自做主的话,我依然可以容忍 我只是希望,以后你做什么决定之前 最好先和我知一事 皇上,你给我记住 我圣母皇太后,才是你唯一的额娘 弄死了一个不够,你还想弄死第二个吗 你在说什么 为了大秦的江山,为了天下的臣民 我就是把这个祸根给除了 我想,也没人会派我的不是吧 你温馨自问 你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表面上尊重我,处处代表我 其实全都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要求 六爷,你还是先看看吧 请准微臣,违抗一致 暂且不看这份遗诏 六爷,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大秦现在正是,恢复元气的关键时刻 若无必要 请我轻易动荣一朝 行了 看来你还是向着她的 太后您该看在眼里 这么多年,我在朝廷上下多变臣服 可我做人的准则没有变过 不管是谁 只要她的所作所为 我已经到了朝廷设计 我一心绝不会做事不管的 所以我才朝你来商量啊 可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看这份遗诏呢 臣有一句话 想劝母后皇太后 懂她 要慎之忧伸 你还在劝我谨慎 我忍了多少年,谨慎了多少年 你也不知道吗,六爷 统真十九岁死后 我已经对不起先皇了 这二十年来先皇的遗诏 她每天都在陪伴着我 我一看到她 我就觉得先皇在责备我 那是她给我的使命啊 她就像一把刀一样戳着我的心 你能不明白吗,六爷 六爷 我已经彻底把这个女人给看透了 如果你让我眼睁睁的看着大清的江山 就毁在这个女人手里的话 你让我有什么颜面去见先帝啊,六爷 不是,皇太后 六爷 黄阿娘 黄阿娘 臣得赶紧赶到上海 把公差 等臣送上海回来 即刻进宫 向皇上 向皇太后请安 好 我听六爷的 对了,六爷 我向你见明儿几天 我跟明儿 一块等着六爷回来 王爷 那我 好好照顾皇太后 好好照顾皇太后 好 嗯 嗯 各省在上海的大商人 有的自己置办轮船 有的把银子投给洋人 何苦办实业 要是我们自己建了招商局 先把朝廷的买卖 禁至招商局做 这就好经营了 只要有钱赚 那些商人股本 闲散资金 必然逐渐归于招商局 用这个法子 足可复国强民 可这招商局设在上海 我的直立总督衙门 却在天津 如此遥远 如何节制 我听说你在天津 跟上海都开了电报电话局 信报往来 不是又快又方便吗 王爷 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最担心的 倒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我实在是 怕别人为难你啊 直立总督你不是奸差吗 你还是北洋大臣呢 站不住吧 这招商局啊 不要让两江总督 或者江苏巡抚来管辖 就由你这个北洋大臣来操办 怎么样 王爷 这可是关系到朝廷的制度问题 千万不能因为下官而随意改动 两宫太后 授予我临时变通 筹划全局之权 这招商局 正是开我大清两百年 未有之心事务 既然未知心 就得用新办法来管 在我大清的都府当中 就属你北洋大臣 跟各国打交到最多 好了 这招商局啊 就由你来劫志 只怕是两江都府不乐意啊 说咱们是揽权过肾 图谋经费啊 好吧 咱们马上跟外头说明白了 这个招商局 咱们就来个官都商办 所有的盈利 权归那些商人 还有股东 与朝廷的衙门 无关 如此少权当尽全 满之力 想了 既然是官都 就得有一部分关股 不然人家外国人 还有那些商人 也不会信 只是 这支出还差五万两 这是五万两银票 这 王爷 据卑职所知 此次朝廷拨银圣上 你哪来这么多银子 你先用他打点用 我再接着给你筹款 王爷 朝廷助攻 都是招商局 卑异端啊 判其胎死腹中 可今天王爷您一番话 让洪章这心里边 王爷 咱大清 办事怎么就这么难呢 艰难困苦 欲辱欲成 洪章 坚持 母后皇太后驾到 来 妹妹 见过姐姐大驾 妹妹 今儿我把皇上 给你送过来了 以后 你可不能再对他那样了 姐姐 你就放心吧 来 天儿 来 乖 去吧 去吧 天儿啊 你想不想额娘啊 额娘都快想死你了 来 进来 听额娘的话 天儿啊 天儿乖 额娘知道你要回来 所以啊 还给你准备了 你最爱吃的蒸糕呢 小李子 这 你是不是 最爱吃玫瑰蒸糕啊 额娘问你话呢 来 自己看 最爱吃什么 自己拿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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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嗯 嗯 真好吃 额娘 好吃吗 嗯 嗯 嗯 真好吃 哎 明儿 你也吃吧 嗯 哦 姐姐也爱吃啊 说起来 这蒸糕还得感谢明儿呢 哦 感谢我 感谢我 是啊 这呀 还是上次过八月节的时候 六爷呀 专门差人送来的 是吗 明儿真是一片孝心呢 皇上 好吃吗 真好吃 还有吗 嗯 哎呦 还给我呀 嗯 你吃吧 额娘 这糕点 真好吃 嗯 额娘 真好吃 不准吃 天儿啊 乖 把这碗茶喝下去啊 额娘 这不是药吗 不喝 你把它喝下去啊 额娘就给你更多的糕点吃 好吗 额娘不许赖 不赖 乖 好苦啊 苦就对了 额娘你说什么 黄额娘 黄额娘 哎呀 给皇上请 皇上 我给您送好 吹的来了 呦 黄额娘看看 你给黄额娘送什么来了啊 哎呀 是点心呢 来 给 吃一块吧 不吃了 儿臣早就吃饱了 是吗 黄额娘你吃吧 好 嗯 真好吃 皇上 今天过得好吗 好 黄额娘你再吃一块 来 还吃啊 嗯 好 黄额娘 我想跟玉子姐姐玩一会儿 行吗 去吧 鱼子走 哎 明儿 坐啊 谢太后 明儿 六爷 在上海那边怎么样了 听说招商局有眉目了 现在大清啊 就仰仗着六爷一个人了 以后嘛 你要好好地照顾他 好好地照顾家 嗯 多谢太后关心 明儿一定全心全力地侍奉六爷 有人说今天的仪式 不但标识着大清在新景象来临之前 埋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衣补 同时更象征着大清版卖卖 吸引资本的坚强决心和真实步骤 可以请两位大人介绍一些相关情况吧 上海招商局呢 具体事宜 都是由李鸿章大人一手操办的 现在就由李大人 来回答你们诸位的问题 好 各位 想到大清来赚钱的 都可以进来做生意 这合伙的方法有很多种 可以是长期的 也可以是短期的 你们政府办的招商局 是官僚馆还是商人馆呢 那当然是需要那些贵赚钱的人来管理了 你也可以来管理啊 管好了 我保证你比当记者赚的银子还要多 那我们先走了 再见 再见 恭喜王爷 咱大清经过这些年来 不断地摸索和实践 终于有了一套完整的营商之道 咱大清前经系人啊 同喜同喜 李太医啊 我这病到底怎么样啊 启禀皇太后 众臣等会诊之后 已经查明您的凤体所患 只不过是些微小之样 腹泻过后 扶几贴药 也就没什么事 好了 你们退下吧 折 折 走 快走 黄鹅娘 我给你送你最喜欢吃的点心来了 你又来看望黄鹅娘了 你对黄鹅娘这么好啊 来 鹅娘 你先吃一罐 太后 明儿 圣母皇太后让我给你送来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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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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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帮太医都是干什么吃的 我也是奇怪 太医们说 并没什么大不了的病 只是腹泻上火 风寒至极 可能是我自己的身子骨 太弱了 才会这样的 过一阵子 也许就好了 姐姐 妹妹真恨不得这病啊 长在我身上 这样 我心里也会好受些 姐姐 从今往后 这糕点呀 咱不能吃了啊 就吃一点还不行吗 不能吃 姐姐身子弱 有忌口 吃多了腻的话 现在柳妍又在回京的路上 姐姐你又身在病中 这打青的担子 就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呀 真盼着姐姐早点好 还等着跟姐姐公一国事呢 妈妈 正母皇太后驾到 母后皇太后怎么样了 那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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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 母后皇太后 如果有任何差池 你们全都脱不了干系 是啊 还不快去 快快快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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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子 主子 爹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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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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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readil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呢 我的身子也不是特别好 可是 我不得不硬撑着 这是姐姐最后一件大事 我得对得起她呀 按照宫中组织 母后皇太后如果有样 就应该派宫中太医分班伺候 每时每刻不得离开 圣母皇太后 这 母后皇太后虽然有样 但据说只是换腹续 怎么一夜之间就并天了呢 是谁找的太医 找的是哪位太医 开的是什么方子 圣母皇太后 臣有本奏 圣母皇太后 臣有本奏 你们要查 我还要查呢 告诉你们 我不能让姐姐死得不明不白 让我百年之后也没脸见她 荣露 臣在 中翠公的人交给你严加询问 如果有蛛丝马迹 一定要追查到底 另外 太医院先行撤差 所有的卖案 药方 细细言推 若有错诊 误诊 严惩不待 喳 为大兴皇太后 准备受财 举行国葬 另外 姐姐的遗诏 我的意志 皇上的诏书 赶快准备好 快 通报公亲王 臣 遵旨 我和姐姐 十几岁就进宫 这二十多年来 风风雨雨的 你说 他怎么 他的娘家兄弟 三等宫 宫进为一等宫 皇上传孝三个月 天下臣民 代孝二十七天 山南断尘 查到房子没有 查到了 房子一共是两张 都是初识这一天的 早上的一张方子有 鹅风险慎重的字药 用的是 驱风镇静的药 天麻和等男星 五间 则只有麦岸并无药方 麦岸上说 神识不清 牙关紧闭 那魏氏呢 还没见魏氏的 说 魏氏的房子在哪里 说 你怎么还藏藏爷爷的呢 一共有三张方子 一张说 含有气壁 并有遗尿的情形 另一张方子说 虽可惯咎 九属不妥 第三张怎么说 第三张是傍晚时分的 流脉将脱 药石南下 说 到底是什么病 为什么有 癫痫静巒的现象 小的不知道 小的星医数十年 从未见过 如此奇怪的症状了 那你说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 也许是吃的东西有问题 中毒 都听着 内务府 过堂去 放心 没事了 黄泉路上 吴老少 病就是病 照实说 担保你们没事 回来照样当差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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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肯定没事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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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没人看见 干什么呢 原来是 宝大人 文大人 荣大人 不知荣大人在此 做什么 奉太后一旨查案 查案 我想 荣大人另有所图吧 两位大人 荣某人办差 好像 轮不到两位大人 指手画脚吧 你们两个人 来干什么呀 太后一旨 荣某一人查案 其他不三不四的 闲杂人等 不得干扰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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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李子 这份东西你看过吗 奴才没有 那别人呢 奴才一路上紧紧地捧着这个东西 直接就回到长春宫来 你要是没看过 怎么知道哀家就是要找这个呢 主子 错了 错了 可不是错了吗 要不奴才 再去皇太后宫里 找找 还找她干什么呀 这是大型皇太后 送我的一个偏方 可是哀家的病 现在已经好了 小李子 在 传善吗 哲 哀家肚子饿了 太后 你为什么就这样去了 你这一生 不为人心善 知诈共佛 为什么老天爷这么早 就把你叫走了 你为什么不跟明儿说一声啊 明儿没有照看好你 明儿对不起太后 按照方子 昨日午间 病情已经极为严重 他为何不召来王公大臣 而且消息又不外传 击崩以后 时隔四个时辰才来报丧 按清理 这可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事啊 是啊 太后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经过我询问 中翠公的太监和宫女 他们都说 圣母皇太后 一直对母后皇太后亲若姐妹 没有一点不敬的地方 经过我再三的询问 一个小太监说 可能是送来的点心上有问题 那个小太监还说 有一次他偷偷地吃了一块 就整夜不舒服 他还说 这个点心哪 就是圣母皇太后 每天在同一个时候送来的 主子 喳 喳 西边呢 叶红大老师 以为你做的好事 天下就没人知道了 母后皇太后 一生行善 于事无章 为人建功 可说是母一天下 可就连这样的人 你都不能放过他 本王就是想知道 这是为什么 啊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明灭人性 为什么你会做出这种 天人共愤 陈鬼共诸的事情来 多少年了 我处处忍让你 我是一而再再而散的人你 就是因为我信奉 乡人为国的信条 就是因为我知道 大清到了眼下这一步 能维持的就不易了 统治皇上 十九岁就染了脏病而亡 我忍了吧 不为他立私 而为他立兄弟 扰乱朝纲 我也是忍了 毒杀皇后 让大清皇帝的骨肉 胎死腹中 我还是忍了 你呀 你救我爱弄权 处处为了权 置母后皇太后于不顾 我怎么样 本王还是忍了吗 可你今儿个把母后皇太后 也给毒死了 你这个妇人 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狠 怎么这么毒 主子 人 冯李他 六爷呀 到死也改不了这个脾气 再说了 皇后的食物 是经过太监们层层看护的 哪会有什么问题呀 是 还有 最近有些食物 还是皇上和六福晋 亲自送去的 他有什么疑问 大可以问他们家六福晋呀 跑到这儿来撒什么野 就是 你呀 给六爷传个话 他若是这么不相信我 干脆 罢绰算了 这 反正啊 我在这个位置上 坐了这么多年 吃力不讨好 我也倦了 也累了 四哥 我没有看好您的儿子 现在连嫂子也没有保护好 六弟无能啊 我对不住您 六爷 我已经彻底把这个女人给看透了 如果你让我眼睁睁的看着大庆的江山就毁在这个女人手里的话 你让我有什么延练去见先帝呀 六爷 六爷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你 我没办法 你 我没办法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三嘛 就是皇太后身后的嗜好 内阁拟了几个字 还请皇太后定夺 定了什么字啊 抚天必胜四字 这是专门用于皇太后的 就像民间的相夫教子 既辅佐先帝又交成又主 此乃不适之功啊 这四个字该用 还有呢 按照祖宗的大理 皇太后身后 第一个字必须是孝字 这第二个字嘛 要用其概括毕生 臣等以为 真字最宜 是真洁的真吗 也是 坚真之真 好啊 那就这么定了 那就是 辅天必胜慈安 孝贞显皇太后 对 再把他以前那些尊号 也加在里头 臣 遵旨 王爷搬了家 怎么没有通知我 不是搬家 只是我看王爷这段时间实在太累了 所以就在京西给他找了个小别院 也好让他就近散散心 王爷回来了 王爷 你好 你好 还真别说啊 他还是我这占心别远来的第一位客人 你这叫 我想一想啊 你这叫 神龙见首不见尾 我到处找王爷 谁想到你到这个地方来了 坐坐坐 是不是我们家府上哪个下人 又得你赏钱啦 王爷 您这是指控我新会啊 把证据拿过来 王爷 好 那您厉害 您先陪着贺德先生聊着 我去给贺德先生准备一些咖啡 好的 谢谢 给我来杯红酒 我听说你往军机处递了个调尘呢 是关于大清水师的 是的 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想的 王爷 我在大清这么多年了 在我看来 大清最具希望的时刻 就是从光绪元年开始 筹备北洋水师 这么多年我们办了那么多洋务 为什么你单单提北洋水师 我当然有理由 这么说吧 在光绪元年 以前的几十年 中西交汇造成的只是千年不变 庞大却停止的自然机体上的几个异端口岸 但是现在 完全不同了 随着造传而来的就是对媒体的需要 然后是开下矿山 是铁路 电报 猪壁场 我说你就别逗圈子了 有什么话直说 那好 我直说 王爷 我听说大清要买军舰 王爷 我可以告诉你 德国的军舰都是一些残词品 我们答应帝国的最好 赫德 军舰的订单 必须由太后亲自胜财 那是 军舰的订单 忍兹兰的